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 基本的一个乘法的微分公式 那稍微复杂一点的微分题目 我们都需要这三个重要的公式 一个公式叫做乘法的 一个是除法的 还有一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叫做连锁率 那首先我来介绍乘法的微分公式 所谓乘法的微分公式 我们来看看这边 两个函数相乘 然后要微分 同学的话千万不要各为各的 我们的话的口诀是 前面微后面不微 加上前面不微后面微 那同学说 为什么会相乘的微分 变得这么复杂呢 是这样的 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证明是怎么做的 两个相乘的函数的微分 我们的话要知道 要证明一个微分是多少 一定要回归 它最原始的算式 叫做极限 delta x 趋近于零 这个算式是有点长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有耐心的看 前面是 有delta x 的 后面是 没有的 下面是delta x 那各位同学看到这边 这样子的话呢 这是我们最原始的微分公式 重点是这个地方 要继续怎么算呢 后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技巧 就是加一项 减一项 来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第一个算是 我是照抄的 我来一个减 减谁呢 我们减的是 这个式子 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个算是 同学的话呢 没见过 那减它 那我就还要再还给它 我再加一个 跟它一模一样的 这样子才会平衡 下面仍然是delta x 这个算式看起来非常的长 其实我们快要成功了 那我现在的话呢 我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前半部 我们把它 这样看 后半部 我们另外看 这是一个极限 两个相加 我们把它拉开来 变成两个极限 如果它都存在的话呢 就OK了 就可以拉开来了 来我们再看看前面的极限 前面的极限的话呢 同学看到了 这是一个 一模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它另外放 另外放 我们来看看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 Limit delta x 趋近于零 这是 f x加上delta x 减掉 f of x 我们的话呢 另外放 放在后面 这是前半部 我们再来看后半部 后半部的话呢 是 这个f of x的话呢 一模一样 我们把它放在旁边去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答案的话呢 就引燃成型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 前面的这个极限 这个极限的话呢 就是f prime x 那么这个呢 当辟ta x 趋近于零的时候 它是gx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可以写了 f prime x 乘上gx 后面 来我们再看 这是什么呢 这是g prime x 这个是f of x 我们的话呢 印证了什么呢 我们印证了 两个相乘的微分 是前面微 后面部微 加上前面部微 后面微 这个公式就得到了验证 接下来的除法的微分公式 这个公式的话呢 它没有惩罚这么重要 因为的话呢 我们只要会了连锁率跟惩罚 这个除法 我们都可以 暂时都忘掉 都不要紧 不过我们还是在这边介绍一下 这个公式是这样的 分式的函数 f除以g 它的微分 是等于底下平方 上面微 下面部微 中间是减号 减号 上面部微 下面微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就不再赘述去证明了 我们的话呢 就举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熟练就可以了 来 我来举个例子 我们说 有一个函数是 两个相除的 来 我们来看看是 谁除谁呢 随便 我们除一个 x的二次方 加五 这是 这是 3x 加2 好了 那 各位同学的话呢 如果看到了这个题目 我们要怎么 维分 来我们来维分 给各位同学看 只是教各位同学 带这个公式而已 至于说这个公式 万一不幸忘记了 我们的话呢 还有一些 其他的替代的方案 那等一下再告诉各位同学 我们这个写出来了以后 它是楼上楼下 我们就楼上楼下 来 先把楼下先写下去 楼下先平方再说 楼下先平方 这是3x加2 照超 来一个二次方 根据上面的公式咯 然后再来 上面是什么呢 上面是 楼上的微分 是多少 2x 来 我们刮起来 让各位同学看清楚一点 上面围 下面 不围 下面不围 就是 多少呢 3x 加2 中间是 减的 减掉 上面不围 上面不围是 x 二次方 加5 再乘上几呢 下面围分 下面围是多少呢 3 我们就乘一个3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至于说同学要不要再整理 那就看各位同学了 那至少这个答案 我们已经做出来了 现在来介绍的是 围分 围分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技巧 叫做连锁率 也是最常用的 连锁率的话呢 其实就是合成函数的围分 那 它的公式的话呢 我把它写出来的话呢 概率是这样 是 围分表面 在乘上 里面的围分 这样的说法的话呢 让各位同学觉得 没有办法 能够真的了解 那我们教各位同学的话呢 会做 就要用例子来教 来 我们来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函数的话呢 是这样的 是 x的二四方 加上 4x 加5 假设是 十四方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怎么围分呢 那我要教各位同学的 想法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合成函数 那么至于说 怎么样的合成 我们现在的话呢 直接做就好了 现在的话 教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是x的十四方 大家会不会围分 十四方的维分 是十丢下来 这边降一次 是九四方 于是我们就这么想了 我们把这个的话呢 包装起来 变成了一个 大的x次方 x的十四方 那维分是多少 等于 十 整个包装的是 x的二次方 加上4x 加5的几次方 九次方 别忘记了 连锁率的话呢 还要再做的是 这里面包装内的维分 那是多少呢 它里面的维分是 哇呼 里面维分是 2x 加4 那各位同学知道了 这个维分 是这样算的 那同学的话呢 记得 它的这个技巧 那么刚才的话呢 我们曾经提过说 万一同学忘记了 除法的维分公式 那我们怎么处理呢 我们可以利用连锁率 以及乘法的维分公式 去处理它 来我们举个例子 来 题目是这样的 如果有一个题目是 x平方 加5 这是 好 3x加2 好 现在这个题目 那各位同学 要怎么维分 可是我们假设忘记了 除法的维分公式了 那么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这么做 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改造 我们知道除法跟乘法 其实是一样的 差不多的意思 它的意思是 我除你相当于 我乘上你的 负一次方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写的是 3x加2的 负一次方 这两个相乘 诚法变成法了 那我们成法的维分公式 就不能忘了 前为后不为 加前不为后为 来我们来写答案了 我们答案的话 这个地方要 有一个地方要小心的 就是 我们来看 前为 2x 后不为 照超 3x 加2的 负一次方 这样还OK 前为 后不为 加 中间变成加 加什么呢 加上前面不为 前面不为是 x的二次方 加5 再乘上 最后一项了 最后一项是 后面为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又再练习 复习一下哦 这是相当于是 刚才的 连锁率的题目哦 一堆东西的 负一次方 什么维分 我们这个地方 我用 黄色粉笔来写 让同学清楚 负一 要丢下来 我把这个绑起来 大x的 负一次方 负一 扔下去 就是负的 整个的 打包的东西 是什么呢 3x 加2 然后的话呢 负一次方的话呢 对下去之后 它还要再降一 负一 再降一 就是 负二 然后呢 里面的维分是 3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那同学的话呢 要注意的 非常要小心的是 这个中刮糊 可不可以拿掉呢 不可以拿掉 因为它是 乘上一个负的 如果这个不小心呢 把它拿掉的话呢 会不会让人家 以为我们是 减的 那我们建议的话呢 把负号 移到前面去 这个地方的话呢 刮糊就可以拿掉了 那么这个题目的话呢 连锁率的部分 我们就上到这边 这边猜择 说得到 或者是 砍 首先 我们自创